对下坡公事保密到家 西平董事长林文博在临时股东会后 所持主持法说会 今晚法人逼问 但林文博坚持必谈日月光 之后系列能不能走下去 林文博坦白就算单飞也能走出去 我们预估自己的自己做的话 2016年还会有130个Million Everstata的Sales 2017年预估做到700个Million 而西平第三季财报出炉 受半导体库存的影响 营收衰退5% 而获利大幅减少2成7 符合市场预期 预估明年半导体 荣有Low Single Digital的成长 包括近年 这无重大经济变故发生情形下 我们对明年成长看法 神圣乐观 景气贴岁林文博铁口直断 明年乐观 直今年整年度 半导体面临衰退 而第四季不乐观 预估营收188到200亿中间 纪减最大幅度 逼近6% 比起硬碰硬 不如加入大陆 长大市场的供应链 细品的苏多厂细科 在15年前成立 目前是台厂加入 红色供应链最成功的案例 对红色供应链 表态加入淡化风色双雄 整病的想法 只是整场法说会 对日游光下一步 甚至是官司的进度 始终美影 成为外资圈心中最大隐忧